我们继续我们的调音下一段 以达到间接疗愈本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但如此处理 若仍无效甚至恶化 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此严重急性病症 显然已超出身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围 需考虑是否为异物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所导致 好 就念到这里 这里照早期我们这里 如果他处体伤没有好 一定是用这样处理 那重病处理就是这几项 按推内外热源有没有 然后再来按推没有效内外热源 还有运动休息心态 这几项几乎都 那你这样应用了还没有效 那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觉 可能这些方法 已经没有办法 让患者本身的自愈力提升 而达到自我修复的人力 他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 自我修复的范围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 还有什么方法 就像我们说的 年纪大了 有时候他的代谢功能就变差 你即便温敷喝姜汤 他大便就是拉不出来 就梗阻了 堵塞了 或是腹泻了 那腹泻还是其次 那像堵住的 你可以一通就出来 但我们如果没有想到 还有灌肠这样 以再早期遇到这样 我们就以为我们没招了 那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 那这里要提醒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考虑 是不是真的还有东西堵住 那这个时候就是直接的 才有效 就是我们提出的 是不是他还有异物 那个异物当然包括树变 也可能是死胎 也可能是胆结石 肾结石 膀胱结石之类的 让你的这些都 就是腹脏痛啊 种种 没有办法解除 那我们第一个 开始要考虑 这个是不是异物 那首先提出这个异物 你们一定会很突兀 那为什么不说 它是组织受损 影响本处体伤 才导致这个病症呢 还是 甚至西医常常讲的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呢 那我们后面都会讲 就是先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这个超出我们的 原来的 照以前我们写的 是没办法处理 那所以 为什么原始点 又进展到灌肠 直接进去 才有办法 就是遇到这种瓶颈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举例来说 胃痛胀 食不下 育呕 体力虚弱等病症 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外内热源 运动等各种方法处理 却不见效 甚至恶化 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需考虑 此腹部病症 是否为异物阻塞 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所导致 可直接改用姜汤灌肠 通宿便已解症 好 这里 我们再来看 这些以前胃胀痛 或痛胀都没关系 食不下 一有体力虚弱 这一出现 我们一定都会用 重病的处理方法 以前就是这些方法 处理也不见效 甚至情况进一步恶化 那病情又很紧急 因为它来得很突然 如果接招不胜 那可能一条人命就不见了 会是这样 那遇到这种紧急的时候 你也不能再拖 再拖反正你就是这几招 原始点我说的就是这几招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直接想 一定是里面还有东西 只是说它身体没有办法把它排除出来 那这时候不用考虑 这是在我们已经把答案先公布了 如果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去辨别 以前是 哇 就真的是也无从辨别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 可能真的是 是不是有树变啊 或种种的问题啊 那现在灌肠已经都讲得很清楚 只要腹部以下的任何症状 你按推无效的就都可以用了 其实从治疗的角度已经解决了 但从诊断的方面 我们没有讲清楚 诊断为什么一定要通树变呢 为什么你第一个会考虑就是异物呢 你们会不会这样问我 一定会 从诊断的角度一定会 从治疗是没有问题的 那原始点是做出来 本来也不需要谈这么多 但是我们刚好处在这个时代 资讯爆炸的时代 然后医学的资讯又那么多 你遇到腹脏痛啊 种种 很多人就会去检查 然后检查息说法很多 对吧 你去找中医 中医也有它的不同说法 但这么危急了 你怎么来决定这一个患者 然后从诊断上 我们先不谈治疗 先从诊断上 那我们第一个诊断我们就是 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治疗范围 可能原有的方法是不行 所以我说直接用姜汤灌肠再说了 也许已经有东西堵住了 好 那这种异物堵住的情况 产生病症的 我下面举的还有可能下面 这些都有可能 来 我们再看下面 不同病症的异物还包括体内的死胎 各种结石 寄生虫 耳垢 小虫 甚至如鱼刺骨头 好 这些都是异物可能伤害的 那我们来看 结石我们有没有办法 有可能有办法 我从很多的案例也听到 有些人譬如说膀胱结石 他用原始点或是胆结石 肾结石 结果就排出来了 但我也听过 他刚好堵住的时候尿道的时候 一直挤都挤不出来 然后内外热炎也没办法 最后一直肚子一直胀 膀胱一直胀 这时候这么严重 已经超出患者能够 自我解决的人力了 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从果解症了 从因没办法 所以我才说 我们要做到怎么样 无孔不入 甚至这时候尿道有问题 姜汤能不能进去 如果能进去 让里面温暖了 直接温暖器官 器官它的活动力加强了 说不定就出来了 有时候外敷进去还可能不够 是遇到这种问题 那如果甚至现在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病都有可能 比如说耳朵啊 有小虫进去啊 也会伤到啊 这时候姜汤你可以试试看 洗一洗它可能 小虫就不喜欢姜就跑出来了 是吧 类似这样 你一定要直接进去 有时候才能解决 要不然你按有时候也没有效 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然后温敷也都做到 那这样都没有办法解决 你就应该这样想 那即便它没有异物 你也可以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一定不会有错 从治疗的角度不会有错 但诊断这个还要说明原因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也不是说这些义务 我们都有办法处理 包括肠梗族也可能 它不只是素便梗族啊 它有可能寄生虫怎么样 堵住耶 那姜汤进去能不能排除出来 你们觉得呢 我是认为还是可以的啦 因为它本来肠胃有力量之后 它很多东西 它就自己可以排除了 所以身体 我说我从原始点的角度 非常相信 人体的那个治愈力 它太奇妙了 好 那这个是我先提出来 那表示我们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 从论果已经提出 仪器可以检查出什么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还有体内的组织受损 有没有 还可以检查出体内的异物 有没有 其实这里也可以在论果谈 也可以在调音谈 但这个都会影响到本处体伤 所以这样总结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会造成本处体伤的原因 有几种状况 第一个是什么 异常形态 有没有 比如白内障 我举的 白内障堵住了 还有什么 组织受损 另外一种 比如素变 死胎 会不会产生病症 也有可能 那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会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的 就这三种可能 那这样慢慢一一浮现 所以在这里我就是把 我们说的西医最擅长的 是治疗本处体伤 它对他处体伤 我们在变因 也就是润果到变因 所有举的症状 只要他处体伤 我认为都不是西医人处理的 等于西医它的功用 在治病方面 它已经一开始 就是一个缺陷了 就是薄腿的医学 如果有两条腿 一条叫做他处体伤 一条叫本处体伤 他们只保住本处体伤 这一条腿 另外一条腿不见了 所以他们走起路来 会有很多的困难 那原始点是 这他处本处都要说清楚 我们刚刚犯的很多案例 也都是像慢性啊 眉睫中和症 那个都是属于本处啊 牛皮血也是本处啊 所以我们已经展示 原来我们本处体伤的处理能力 原始点也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 也就是本处体伤要处理 一定是靠热人 但也有热人处理不了的 我也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那这个如果用内外热源 包括灌肠再处理不好 那就超出我们致意能力了 但当时候还没有灌肠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异物 是这样 那等于会影响本处体伤的三种原因 在这里已经都怎么样 说清楚 准备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那多处体伤就不用讲了 是我们最擅长的嘛 按推一定有效嘛 那我们的大开关也已经找出来了 所以这个解答已经不难了 那现在原始点要完善的 就是解决怎么样 本处体伤这一块 要把它倒进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提 从诊断来提 因为从治疗已经没有问题了 将它一灌它就出来了 将它一灌它该止泄的 它也可以止泄了 这些全面都已经讲 但在道理上不能不假 是这样才要再从诊断上再讲一遍 让大家完全清楚 原始点的整个医学体系 是在谈什么 好 那我们这里应该介绍到这里 我们紧接着来看下面 再说腹部严重病症的患者 不论其病是急性或慢性 若被仪器检查出 有异常异物与组织受损 从诊断的角度深入分析 这三者都有可能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 好 简单的讲 它这三者 如果这些患者跑到西医 都有可能同时被检查出来 同时你可能检查 好像有肿瘤的阴影 又有宿便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的 或是它检查 里面有胃出血组织受损 这些同时都存在 那到底是哪一个影响它 才产生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 举例的腹部的病症 比如胃痛脏 食不下预油 类似这些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检查出来 不管是急性慢性 都有可能被检查出来 那检查出来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来看下面 但异常形态影响本处体伤的几率 本来就很小 就算已影响到 也不像异物或组织受损的病症那样 严重紧急 至于异常指数 则只是抽象的数据 根本不会影响体伤 与病症无任何关系 好 我们只有一条一条来把这个 大家认为会影响本处体伤的问题 一一来说清楚 那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谈到的 那我们再来看 第一个西医常常讲 哎呀 异常形态 比如说关节变形有没有 或是肿瘤啊 肝硬化 肺纤维化啊 这一系列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这个腹部的 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 好 异常有分两种 一个是异常形态 一个叫做异常指数 对不对 那我们从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它的形成是很缓慢的 有没有 这么缓慢 比如说肿瘤就好了 这么缓慢的东西 怎么会突然间产生这么严重的病症呢 这个几乎就不可能 从肌力来看 几乎不可能 因为它是慢慢形成的 不是图难间会形成的 这种情况只有图难间会形成的 因为图难间痛到这样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来得那么急的病症 不可能是有异常形态 那这一点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遇到 你们亲戚啊或是什么 去照了 然后他肚子又很痛 然后西医说 哎呀 他怀疑你又有肿瘤啊 又有组织受损啊 像是又有异物啊 素变痛 然后他说这三者都要治疗 西医是同时治疗的 都可能同时要治疗 可能他就会割啦 这些种种就会来了 那你怎么判断 好 第一个 如果三者都有 但腹部又很痛 你第一个可以先排除什么 异常形态 那至于他也会抽血哦 西医你一进去他不是 照个影片就放过你啊 你只要一进去他们医院 就很多事没完没了 照完影片他们还一定怎么样 抽血包括各种什么指数 甚至你的癌指数都有可能检验 他都会去检查 那可能分析哎呀你甲钙啊 什么离子啊 什么不平衡啊 种种又来了 这一大堆 那我们第二个就是在谈 至于异常指数的检查 根本与体伤怎么样 无关 一句话就把它反驳 因为这个抽象数据 怎么会造成体伤 它只是一个果的现象 跟疾病的症与状完全无关 简单的讲 在这一点上跟疾病无关的 就是这些指数 异常指数 在我看法根本是多余的 发展出来多余的东西啊 如果你要处理疾病 根本不要讨论这个东西啊 所以这一句话 我就把异常指数完全 简单的讲 在原始点重阴解症的角度 根本不在意理会 那我异常形态我还要理会它 多说几句 但在这种紧急情况 它激励很小 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 好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分析 那组织受损呢 我们看下一段 此外 体内组织受损的病症 只要热能足够就可修复 不可能出现重用外内热源 运动等保健方法 却无效甚至恶化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判断体内本处体伤 所致之严重极慢性病症 首先考虑的是异物 而非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 好 这就是我的理由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提出 这个情况下 我第一个考虑是异物 而非异常形态 也非组织受损 那组织受损 体内组织受损 我在之前已经放过很多案例 尤其第一天 有没有 有放过气胸 还有脑溢血 脑震荡 有没有 这些骨头都裂开 还有骨折 有没有 这些都是组织受损 我想还可以放一个案例 要不要再看一下 组织受损 我只是写 但有些后面点点点的 有些是没写 但有案例 我们来放 再放一个案例好了 半月板案例 半月板撕裂案例 由2012年开始 我感觉到膝头膏觉得痛 直到2016年 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去了做超音波 和X光的检测 证实了我两个膝头膏 半月板都有撕裂 和严重发炎 所以认为这就是导致 两个膝头膏多年来 觉得痛的原因 建议我根换这个人工膝头膏 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 很庆幸在2017年5月4日 我首次去到多林多的原始点服务站 志工帮我按脱臀部 和脚颜的原始点 我觉得非常之痛 但按了之后再加强温敷 觉得膝头膏和脚底的痛 应该大大地缓减了 由5月初每周 到中心处理两次 我也都积极处努力地去改革我那个饮食 和作息的习惯 那8月中我就好奇地走去做西医的检测 西医就很奇怪 就发现我的X光显里面 已经膝头膏那个半月板的撕裂 就已经没了 所以组织受损它本身是可以怎么样 修复的 那既然可以修复 我们用重用内外热源 还叫患者运动种种 怎么可能会恶化呢 没有好我们已经很脸上无光了 还进一步恶化 那这个机率更小了 对吧 那这样从一一排除之后 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 义务 就像我们今天放的 我灌肠那个老人梗阻的 你按推温敷也没效啊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自己已经排不出来了 那外热源进不去 内热源也喝不下去 按推又痛也无效 那这时候唯一怎么样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 就是这个老人可能遇到的情况 它已经怎么样 里面有异物 可能树变 也可能寄生虫 反正我们看不到 没关系 灌肠就对了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主张 那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异物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 听得懂吧 好 这是从诊断的角度 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 哇 那就更简单了 因为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从治疗的角度就可以把问题 很快解决 而且谈的就是很直接 好 那我们来看 下面从治疗的角度 我们是怎么深入分析 从治疗的角度深入分析 因为这三者亦有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导致 所以腹部病症 不论是由何者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所导致 皆可用姜汤灌肠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好 这一句话就是整个的结论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上面提的 从治疗的角度深入分析 也就是这三者 哪三者呢 就是异常形态 因为异常指数我们已经不提了 它那个数据只是抽象的 跟体伤热能不足 完全无关 跟疾病本身也无关 所以连提都不要提 我觉得这个医学发展到这里 有一点那个啦 有一点走出去了 那我们就从这三者 异常形态 还有组织受损 还有异物 这三者怎么形成的 它是果还是因 绝对都是果啊 这三者怎么会是因呢 组织受损是果还是因 果嘛 那好 这三者的果 包括肿瘤 它是果还是因 果 那这三者的因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因为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尤其论果这一张图表 第一个 异常形态 有没有衰老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然后还有疾病 症异状 这些都是属果 那它们的因 共同的 都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在论果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透过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 也能够怎么样 因此改善异常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很多肿瘤 我们也放膀胱癌给你们看 诶 治疗了 结果肿瘤不见了 西医也很奇怪 是吧 这个就代表我们确实可以处理 但是我们不说 因为它不是疾病 这是治衰老 我们不说 但是确实是 它们的因就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 而导致的 好 那既然这三者都是这样 那这样就简单化了嘛 因为我们不管这三者怎么处理 我们都是从体伤热能不足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 如果是本处体伤重用内外热源 然后再懂得灌常 那不是也顺便解决这三者了吗 绝对是 所以这样处理之后 你就可以怎么样 快速的解决腹部的病症 像我们这里讲嘛 再由本处体伤导致 可用姜汤灌肠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以改善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改善了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接下来就是答案 我们再看下一段 如此处理 不仅能间接修复本处体伤 以达到快速解除 腹部病症的目的 还可改善异物异常形态 与组织受损 故从因治疗病症 不必在细究体内 有无异物异常形态 与组织受损 就是上面改善热能不足 这样的处理会达到怎么样 热能我们有说过了 热能改善会不会修复体伤 而且它修复体伤 不只是修复本处哦 它塌处也可以哦 它只是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本处 那为什么是本处 因为这里是指本处体伤的 腹部病症嘛 所以我们才说它本处 那事实上热能改善 塌处也可以改善 不只是本处 好 那它可以间接修复本处体伤 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快速解除腹部病症的目的 也就是我们这些病症 我们就可以达到 把它解除的目的 而且是快速的哦 因为它最直接嘛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我紧接着说 它还可以改善怎么样 这三者 也就是医学诊断出来的 说它可能有异物啊 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 同时这些都有效 还是可以改善了 那所以我们从治疗的角度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再由西医说 哎呀这个病是由哪三者引起的 有没有 就可以省掉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 从因治疗病症 就不必在细旧体内 有无什么异物 异常形态与组织受损 这三个 三者对我们来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不说还不行 因为如果你遇到了 这些患者来 然后他跟你讲 他照出来 他明明有肿瘤 他明明有组织受损 或有异物 那你这样治疗有效吗 你能讲出道理来吗 你现在就有办法了 但这里确实是 这样解释是完善的 那我们还要接触西医的吗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 那从诊断上他们谈了那么多 他们会讨论 你看检查三者我跟你们讲 他们就各科来开会了 然后他们到最后要怎么处理 我跟你讲还是未定之天啊 很麻烦的 然后他们又有一个异常指数 那就更复杂了你知道吗 所以西医脑袋装得很复杂的东西 但从治疗的角度 我已经把这些都怎么样 完全化缓为检 然后一处理好 也就是因处理好 这些果的现象通通可以改善 哇原始点就是妙在这里啊 好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 从阴解证是不需要有这些检查的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说 为什么不需要的原因 再看下一段 好 这是我很笃定的最后讲 因为既然称为医学了 那我们也注定要走出自己一条路 不是故意要跟他们不一样 而是从理上 治疗上 通通是这样 最后形成最后的这样的结论 不是我自己偏出来 而是从实际做出来 确定就是这样的结果 你看西医它的检查 它能检查出他处体伤吗 你手腕痛它能检查出 你肘部有体伤吗 原始痛点在这里吗 如果有就不必我发明了 研发出来了 西医就照出来了嘛 那很显然它没有啊 所以才会去找异常形态来处理嘛 好 那它有热人的概念吗 也没有 所以这些都没有 那这些是刚好疾病之因耶 那它都没有 那这些检查表示 我们要重阴解症 它又没有办法检查疾病之因 那对我们有帮助吗 有没有帮助 完全没帮助啊 这个在论国也是有讲一次了 那在这里就是怕你们 还认识不够深 人家拿了这些诊断来 跟你搅和一下 你就完了 你又说不出清楚了 那这样一谈你就清楚 原来从治疗的角度 原来我们也可以治疗 不说我们还是 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 你不要管哪一者 我们都有效 你说什么 我们就是要照我们的方法 不要因为别人一说了 你就说那你们治疗 不要这样 而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治疗了 了解吧 好 那再来 我们已经很确定 西医这些检查 没有办法检查出 我们要的东西 即便我们要的 可能异常形态啊 组织受损啊 还有异物啊 这些对我们或许会有 明瞭一点 但不明瞭 我们还是治得出来 这个在论国已经有讲 气胸骨折 还有脑溢血 我们要不要这些检查报告 不用啊 我们通通可以治疗出来啊 那知道与不知道 又对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必要嘛 我这样讲你们清楚了吗 所以最后就导致一个 我们最后很笃定的讲 原始点 不需要借助西医的任何检查 所以之前很多人一直说 那你们原始点治好了之后 要不要再给西医检查一下 这是什么话 这完全颠倒你知道吗 它已经是完全独立的医学啊 怎么可能需要呢 好我相信你们到现在应该完全清楚了 这不是我说的 是患者告诉我 不需要检查 这样做就可以做出来 我们一灌肠 便也可以 梗阻也可以好了 对吧 那腹泻也可以好了 还有所有腹部的病症都改善 就证实了嘛 那你管它西医检查出来 又是什么原因 都不用理会了 好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到这里来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下面 这个是跟研判病情有关的 本处体伤的研判 好 研判从因治疗本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修复时间 一 严重急性病症 如腹部胀痛 肠梗阻 盲肠炎 胆结石 急性肠胃炎等炎症 腹泻 肠病毒 食物中毒等引发 流感等 或一般急性外伤 如红肿 破皮 粗血等 约一至七天 好 我们第一个你看 这些病列了一系列 这些 其实对西医来讲 这些病好不好治 有时候都不好治 你看盲肠炎就把你抓去割了 然后肠梗阻就像那个老人家 最后他也没招了 准备等死了 但是像这种 我们多久会治好 一至七天 我们还把时间就直接点出来 让大家不再疑惑 也就是这样写出来 就代表是什么 这是我们擅长的 因为从很多的案例 我们几乎可以归纳出来 就是这样就可以处理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们这样简单就可以处理好 但西医会搞得很复杂 甚至还可能不一定治得好 好 那这些我们列出来 从急性病症 它有下面这个 那后面瓜谱都是西医讲的 要不然如果我只是写 腹部脏痛 腹瀉 那你们觉得这个也没什么 大概痛一痛就被你治好 但是你跑到医院去照出来 很可能就说你梗阻了 可能组织受损了就发炎了 异物就是胆结石了 胆结石就是异物啊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以后接下来就麻烦了 可能要割啊 所以我如果不用西医的这些 你们看不出原始点的可贵之处啊 谈到这里 我再放一个胆结石的案例 也就是异物主射的 那西医讲的 那由他引发的 好 我们来看 曾先生50岁 2011年8月7日 凌晨三四点腹部剧痛 检查为胆结石 胆发炎 并被医生告知 会引起腹膜炎 败血症等 建议手术摘除胆囊 患者到基金会经张医师案推后 疼痛立即消失 之后半个月疼痛两次 家人处理缓解 今天凌晨差不多三四点 我就忽然肚子痛 痛醒起来 一直忍 忍了差不多 将近五点受不了 我就把我弟叫起来 我本来想叫我送医院 然后我弟就帮我做按摩 还有热服 看能不能减少我的疼痛 可是还是受不了 所以就送去医院 医生就做X光跟超音波扫描 还有验血 他说我们胆有结石 产生发炎 发炎可能胆囊会破掉 胆子会流出来 可能会有腹膜炎或败血这样 建议我们胆囊要拆除 可是我弟弟 他就说拆除这个那么大事 先我们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行手术 就直接出院 我弟弟就带我来基金会这边 原先我以为是找中医 结果来是听课 我就又痛 我就 那听课我就听了一下 结果那个 医生有给我做一个简单的那个 按摩 自从张医师干过以后 到今天就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就 只痛了两次 那痛了之后 我弟弟就帮我推拿跟热服 那状况就比他没那么痛 半年后 齐家人告知曾先生已痊愈 好 这个就是我说的 当你一个腹部脏痛的时候 你第一个去西医检查 他有没有抽血检查 有啊 他有咽血啊 然后还有各种摄影检查 最后确定他是胆染发炎 然后就讲得非常的严重 结果他来我这里揉一下就改善 那代表这个是本处还是他处 根本就是他处 所以他处体伤 根本他们的检查完全无效 记得 因为他处他们是检查不出来 所以只要跟我们的原则他处体伤冲突 所有的检查通通无效 那本处体伤我们才要考虑啊 那如果这个揉了没有效 本处体伤在我的看法 还是可以治疗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就是可能还要温敷喝姜汤 那他这个是确定揉完就可以立即改善 完全不痛的 那代表他当时候他的弟弟是吧 当时候帮他揉的时候 我认为手法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他处揉成本处去啊 是吧 要不然当下揉我揉了 你就知道这个他处就不需要跑医院 所以那些检查根本是作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 这些多块啊 我揉完才一两分钟吧 我揉这个背部啊顶多三分钟 包括舒缓就可以解决了 那这么快解决了 当然就跟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完全无关了嘛 那所以我说 我这里写一至七天都很客气啊 这些都是我们很擅长的 好 那一般外伤 我们今天也放了很多影片 我这个就不再说了 那如果比较严重一点 我们再来看下面 严重急性病症且体力虚弱 或严重急性脉伤 如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肿胀撕裂 骨折等 约10至30天 好 如果他这个急性病症 然后又有体力虚弱 他要体力完全恢复 有时候时间就要怎么样 拉长 所以我会把它10到30天 这个应该期间都足足有余啦 我认为不难处理好 那急性外伤有分轻跟重的 这里又比前面还要严重 比如烫伤我们也放过案例 那毒液灼伤 我们也有早期都有放硫酸灼伤 有没有 那个也是一个业内都就可以修复 处理方法也是这样 硫酸灼伤案例 案例1 经过2014年6月10号在上班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硫酸所流经的地方 皮肤上留下伤痕 当时用温水清洗后 马上用浓浆汤清洗 再用姜泥涂抹 因为处理及时 且方法恰当 只用了14天时间即恢复 6月10号 受伤当天 6月11号 浓浆汤清洗 涂抹浆泥 前后14天对比 6月10号 6月24号 案例2 2014年5月25号 在工作加料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肚子 大腿 膝盖 小腿 多处灼伤 前两天没有重视 只涂抹一些灼伤药膏 病情一天天逐渐恶化 于5月28号 在家人的陪同下 去医院 住院治疗 在医院经过9天的治疗 每天吃药 打掉针 换药 也没见伤口明显好转 病人身上带的钱已用完 于是他出院回厂借款 6月6号 当天的情况 小腿部变化 6月6号 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6月16号 6月27号 肚脐左侧对比 6月6号 6月19号 处理的方法和过程 清洗伤口 撒姜粉 简干包扎 处理心得 同样是硫酸灼伤的 两个案例 处理方法是否得当 是否及时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一个经过14天 完全康复 另一个处理不当 整个过程 打30天之久 感恩张一世的原始点 感恩张老师的姜粉 太好用 也太受用了 深信者得意 愿大家都能勤加善用 一定会收到惊奇的效果 我说的这些 烫伤 毒液灼伤 其实处理的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比西医还快 那你看处理9天还是不好 最后还是用原始点 才处理好 那么这些10到30天 我写的都是很 算是蛮客观的 你看骨折如果西医 可能一两个月 但是原始点呢 老少都是21天 有没有 那速度都很快 所以你只要善用 我认为像这么严重的 可能在西医处理 都觉得棘手的 原始点处理得当 也是蛮快的 好 那我们急性病 是我们擅长的 那慢性病呢 难道就不是我们擅长的吗 反而更是我们擅长 因为吸到慢性了 这些热能严重不足了 他们更 处理上更加困难 那我们来看下面 二 严重慢性症状 如行动迟缓 全身无力 异常疲惫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肢体冰冷 肢体水肿 肌肉萎缩 肌肉腐烂 坏死等 以及新医的严重慢性症状 如帕金三世症 眉睫综合症 自闭症 植物人 健动人 红斑性朗疮 牛皮症 肝症等 约一至三个月 最严重者 约三至六个月 若经半年仍未改善 则属难治之症 好 你看这些慢性病 我们一般多久可以恢复 有时候一到三个月 就可以恢复了 严重一点 三到六个月也可以修复 如果六个月以上 连一点点改善也没有 那就属难治之症 原始点有没有可能遇到难治之症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原始点有它的极限 我先放原始点超过六个月 没有好的案例给你们看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个中风后遗症的案例 中风后遗症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1月9日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弩手术 手术后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肌肉已萎缩 彭太太认真学习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后遗症已有大幅改善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嘛 医生撞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他的讲话 是要你先教小孩子一样 一句一句地教他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其实 我在撞风的时候 我自己讲话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现在 我老婆每天按摩 又死掉吧 现在 有时候 跟我老婆小吵架 又吵架的 现在他一天可以爬 一百多层的楼梯 这个地方 走路小贴斯 每天多天 每天早上 一到晚上一整天 爬楼梯 现在目前爬楼梯 六十层楼 每个半个小时 客厅 走路走路 嗯 差不多 试探 没有放手 还 但他在每半个小时 再滑上 嗯 那 五十层楼梯 往上这样 五十层楼梯 出去学习 往上 半脚再一张 好 手 每五分钟 举手十五下 没有 拍下两个人 每半小时 刷手 三十下 嗯 太好了 我每天都 每天按功课表 要自我要求 太棒了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 更换衣服 好 这个本来中风 开炉之后 进一步二化 就是瘫痪在床 结果她太太用了原始点 然后不断的帮她处理 最后结果当然也蛮圆满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她的右手 有没有 她有没有改善 经过那么一两年 有没有改善 完全没改善 那这时候她的右手 对我们而言 是属什么 蓝智之症 所以这个就是 其他的部位 原始点都可以处理 但是这一个呢 却是原始点 没办法 已经超出原始点 给她的 包括按推内外热源 她身体已经无法自我怎么样 完全修复了 超过她自己身体能够修复的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原始点的极限 这样了解吗 那在这里 我们遇到很多慢性病 事实上西医的极限就更多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刚刚讲的 黄斑性狼疮也是他们的极限 牛皮症也是他们的极限 自闭症也是 说到自闭症 刚刚他们又传那个自闭症 那个孩子现在健康的不得了 现在壮壮的 这个以后我们会把那些照片 再贴上去 已经完全恢复了 没有什么症状 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那你看这些自闭症 西医到目前为止 他们承认没有治好过一个 那不就是他们 都是他们的极限吗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些慢性病 值得再探讨 我虽然放过很多 但是我很多是没有写的 我们再来放一个 自体免疫案例 2013年 我动了一个医生 所谓的小手术 就是我子宫的水流和血囊 切除手术 那三个月后呢 其实我就面对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 我在一夜之间 我的手完全动弹不得 我没有办法写字 穿衣拿笔 我每一样东西 我都是需要人家来服侍我 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到处都去找方法 我从小小的城所 到最后大医院 中医 西医 神医 风水 我什么都看了 但是我的病 完全没有一点起色 半年后 我不只是右手 我的左手 也完全没有办法移动 我需要看我的家人 来协助我 我每一天就是这样子来度过 那我一直都坚信不移 我总会有好的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一位很多人都说 很有名望的医生那里 他告诉我 你可以动手术 只是说 半年后 他会再复发 每半年 他就会复发一次 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说 你最多可以活 多三到四年 就是四年后 今天的我 还依然活着 其实当时候我听到 我还生下最多四年的命 我第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 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我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那最后 我花了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最后我什么我都得不到 我只有一个死 所以我当下 我马上我就崩溃了 其实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回家看我爸爸妈妈 最后一眼 我会自行了断 因为我想活得 比较有尊严 但回到家乡 我妈妈一看到我 她就说 我听说那个原始点 好像很不错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其实 我是真的想敷衍我母亲 我真的是 去原始点看一看 当时候 有一位师姐 她就帮我 按推我的手掌 当天我的手 就肿胀的很痛 我就很不高兴 很生气 就是连死 你都要让我死到 最痛的那一次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妈妈就看到 我这个情况 她就让我看光碟 我看了光碟 我决定 再试最后一次 那我跟我先生说 我认为 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 能和不能 我就是靠这一次 我回到家影 去了家影的原始点 师姐让我喝一杯姜汤 很小的一杯 我记得 而且也不是太浓 我回到家 我开始呕 吐 晕 当天晚上 我在喝的话 我其实就开始 肿胀 麻痹 那身体就开始发红 痒 真的是受不了 接着的那个时间 我其实 就开始 晕啊 不舒服 发高烧 甚至我进入半昏迷的状态 我先生跟我母亲 吓得半死了 就互相沟通 然后我先生就在我耳边 轻轻问我 现在马上就送你去医院好吗 我告诉他 医院我去了很多 我几乎那个是我第二个家 我知道 医院帮不了我 医生帮不了我 西医帮不了我 这一次 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就只是剩下这一个希望 我讲完了过后 其实我已经几乎昏迷了 很幸运的 我的先生 并没有把我送进医院 隔天 师姐师兄都有来帮我按推 甚至拿姜汤给我喝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多 近乎一个月 间中 我真的是有气无力 我完全是处于虚弱的状态 那三个星期过后 有一天我自己站起来 我自己可以洗碗 我自己可以钢水 我变得正常了 是原始点 让我有今天 是原始点 在三年后的今天 原本就是我的死期 我竟然还可以在那这里 跟大家分享 原始点的优点 跟原始点的能力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延长了我这条命 是原始点和张医师 丰富了我的这个生活 也更加是 我们的义工们 我的志工们 给我的支持 让我在最绝望 最崩溃的时候 扶我一把 我增进的 谢谢原始点 好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患者是双手都无力 举也举不起来 然后西医最后判定 三四年就会那个了 所以完全绝望 那最后的结果 它中间不是一旁风顺 它找原始点的过程中 你们也看到 按了马上就肿 喝了一小杯姜汤 它就中间什么 酸 麻 吐 蟹 冷 到昏迷都来了 这可激烈啦 如果是你们 你们还会用原始点吗 不会喔 马上溜了 这就是 那一溜完了 你们最后的希望也不见了 有没有可能 真的啊 因为西医已经 它什么中医 西医 还有神医 什么风水都看过了 也没效啊 那你们再跑出去 还能找出什么生路 没办法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 为什么我要说 本处体伤 它的修复时间 就是叫你们 如果中间有反反复复 也不要太急吧 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个修复过程 可能一到三个月 有没有 有可能更久 三到六个月 但只要有稍微好 然后荡下去 这样反反复复 有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耐心啊 还有坚持 还有很重要一点 观念一定要清楚 因为你观念清楚 你才能坚定 因为他看过我的光盘 他才坚定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如果没有看 他妈妈讲原始点多好 他也不信 是吧 所以听我的课还是蛮重要的哦 所以在这种坚持下 真的一般人很难熬得过去 我相信很多人会打退堂鼓 所以为什么我说像美国那个牛皮痫 它中间会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 甚至一看起来又流汤流水 然后裂开种种的不是来考验的时候 患者能不能坚持 一般也是都会打退堂鼓 但还好我们处理的人 一开始就打预防针 跟他讲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在处理这种危急重病的时候 有时候要跟他讲 中间有时候忽然体力荡下来 如果以变因来讲好像恶化 但不要太在意 这是修复过程中起起伏伏的现象 了解吧 有时候不能用短期时间 马上看然后做下判断 这个有时候会失准的 原来在修复的过程 人也会越来越虚 你们现在也看到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为什么这里又特别提出 几个月会修复好 就是补足我们变因的不足 因为变因我们告诉你们 什么是好转 什么是恶化 看体力 看症状 轻重症也是这样看 但是你们看到这样的症状 你们就知道 有时候原来修复 看似恶化 但是它其实是修复过程 必须经过的 那你只要耐得住性质 然后该给他的热源给他 该按推给他 那他经过了一段修复之后 他就会慢慢走向什么 康复 这个理念一定要有 这也是这一条最主要的用意 所以我们再来放几个案例 我们接下来来看 一个血崩的案例 2011年有一位师姐 送了一片原始点的光碟 老公如获至宝就开始学习 隔年年底就晚上有时候会摸摸乳房 就摸到中间有一个硬块 隔天早上整颗乳房又硬又痛 老公就用原始点帮我处理 手法虽然很粗糙 但是按推一个礼拜以后 乳房就不痛了 恢复柔软 从此以后原始点就融入了全家的生活 家人的各种症状都靠原始点而非健保卡 今年2018年我56岁 已经进入更年期年龄 到去年月经都很正常 今年2月开始月经量就比较增加 而且时间拉长了两三天 3月月经量会比较大 又有一些血块 时间也拉长了一倍 这一次结束以后5天又来了量更大 两三个小时就要换一片40公分的棉片 血块也越来越大 体力变得比较差 爬楼梯就会很喘 就上网去看 发现有一些血崩的状况 看了结果 医生都说到这个年纪 子宫已经没有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子宫摘除 我不想要摘除 老公就开始用原始点帮你按推 刚开始按推两天量又比较减少 可是过后量又增加 还越来越多 反反复复到4月中 体力是越来越差 4月23号早上10点 血块流量就越来越大 后来我去坐在马桶上 突然排出一个很大的血块 我整个头都晕眩 眼前就发黑 快要昏倒了 我那时候想说 赶快把它处理好 出厕所门去叫人 老公跟儿子就赶过来了 整个人就倒下去 老公扶我到床上 那时候还有意识 就温敷 就一直在冒冷汗 又晕又冷 四肢无力 突然感觉到腹部那边是器官 还是什么在蠕动 一下子前面痠痛的人 一下子后面跑来跑去 持续了半个小时才缓和 从快晕倒到处理完 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状况才比较稳定 就持续温敷 喝姜汤 没有按推 到傍晚没有血块 恢复正常月经的状态 4月30号已经没有月经 还是有一些分泌物 5月6号傍晚都没有月经 突然又跑出一块血块 5月7号早上 又排出两个血块 下午就在泡茶聊天 一直坐着 后来一站起来 突然有一块肩包 大的一个血块 排出来 赶快回家温敷处理 每隔二三十分钟 就会有大血块排出来 陆陆续续 排出了十几个 孩子都会很担心 需不需要去看医生 我说不用 我觉得很舒服 老公还是持续帮我按推 温敷喝姜汤休息 隔天早上起来 好虚弱喔 很晕 手脚也都无力休息 一个礼拜 体力慢慢在恢复 老公就催促我 去爬楼梯 体力越来越好 5月8号 月经分泌物都没有了 5月21号 几乎不用小护垫了 体力一直在进步 爬楼梯次数越来越增加 喘还是会喘 到6月1号身体就变得很轻松 手脚关节酸痛都消失了 气色越来越好 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一次前前后后两个月多亏了原始点 让我都没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大家要把原始点学起来备用 当你有状况就不会惊慌 信心要是不够坚定 全家都没有共识 光是亲朋好友的关切 有问题就看医生 不要自己当医生 你很容易被这些压力淹没 非常感恩张医师的无师奉献 也很感恩志工师兄姐的付出 谢谢 这个是信心很坚定 你看这两个月他反反复复 一般人还做原始点 不大可能 尤其像你们 我看早就跑掉了 可能跑去医院了 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他是因为以前肿瘤自己处理好 才慢慢知道原始点的好 所以他能够坚定下来 最后完全处理好两个月 那中间过程中 如果观念不清楚 我认为很难坚持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说的 辩阴里面不可能讲到那么清楚 尤其对本处体伤 所以这里可以补足它 那你遇到这样 甚至你看起来 在排的过程中人已经很虚了 然后头又阴 你看那张医师讲的 这就是恶化啊 好转恶化看体力啊 那这个就是恶化啊 但他没有想过这是修复过程中 人修复完了 那人一定很虚 这时候身体告诉你是要怎么样 补足热能 而不是逃跑去打点滴啊 那你寒凉的一来 那你不就是完了吗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观念有没有正确 能不能坚持就在这里 所以这里为什么修复时间 我会列出来 让你们有一个参考 有时候需要熬几个月 你别以为每一个病 都是那么轻松如意 就能够好 没有 很多病我们志工是拼命的做 但有些患者好一点点 或突然间体力衰弱 他就马上落跑 因为对原始点观念不清楚 所以这样的患者还蛮多 但是我看到能够坚持下来 常常很多病就克服了 我说除非你真的 对原始点是 完全一点改善也没有 经过六个月你才来说 还来得及 但起码你能够活到六个月 接下来也没啥问题的 我看 是吧 而且他都一直在补足你 也没有伤害性 为什么不坚持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也是因为坚持 如果照我们原始点 他这样的情况 早就该放弃原始点 因为从变因角度 体力也越来越稀 然后有一些症状又没改善 那我留着原始点 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但这一个经过六个月 才完全的解脱了 这些症状算是完全解决了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患者胃癌的案例 我青年是17岁 在2016年1月8日 医生诊断我为胃癌 开始的症状 我的左边胃下面开始抽痛 而我的体重也渐渐报受 医生建议我把整个胃 却除掉 我不大相信 所以就找了第二个医生 但是他给的答案也是一样 在赛孽的时候 我就去原始点推广站 那个时候原始点的义工就教我们原始点的正确观念 还有按推的正确手法 开始的时候我的身体并不怎么好 我的呼吸也开始喘得很厉害 胸口很绷紧 我胃部的下面还是开始抽痛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用三公斤的生姜 而我也尝试去做一些运动 比如爬楼梯 甩手工 运动量大概是两个小时 但是我的体力好像一天比一天弱 身体还是有那个抽痛 气喘 胸口很闷的感觉 那个时候原始点的义工就提议我把我的运动量给减气 注重于温敷和休息 做一些比较轻微的运动 那时候我也把我的肝腔减为大概150克 我也用电热毯来睡 那时候我还是渐渐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这样衰落 大概到了六个月的时候 我的身体的那个抽痛就开始比较缓解了 从我身体上的改变 我大概知道我身体已经转为比较好的现状了 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注重于运动量 把运动量改回去大概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通常我就在早上做运动 去爬楼梯 我爬两次40层楼也加重难度 爬两节之后换成去爬三节 把我后面的筋给拉开 在那肝腔的方面我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化 我都是保持在大概180到200克的肝腔 电热毯温敷有十多个小时 吃的有时候会放一点辣椒粉或是那些姜粉 在弄烧趁热的时候吃 我的体重也开始有一点变化有增加 所以从这点方面我大概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大概恢复的差不多了 在此我要感谢张超安医师所缘发出来的原始点 从她的原始点我才能得回我的健康 我也要感谢我的太太每天帮我按推 给予她的鼓励 还有志工们的辅导跟帮忙 谢谢大家 这个也是好不容易坚持 你看她用原始点刚开始运动也用了 姜也用这么大量 然后随时温敷 结果体力越来越虚 很明显恶化 但她最后坚持了六个月 最后完全解决了她的这些问题 我看到这些都是不容易的 还有一个也是蛮精彩的 先天罕见综合症案例 2014年3月7日 宝宝在吉隆坡一家医院动了眼皮纠正手术 2014年3月9日 因为手术时放喉管 弄伤了喉咙 引起气管炎 再次被送入了医保的中央医院 住院期间 父母向医生提起了有关女儿左边肾脏有肿块 2014年3月12日 当时1岁9个月 被西医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 肿瘤约9公分大 西医说女儿是特殊宝宝 由于本身的基因病变导致她患有此肿瘤 此外 宝宝天生小而恐 在新生6个月大 2012年12月份时被证实有重度听障 左右耳的能听度分别是60dB和70dB 因此一般的音频音响她都听不清楚 必须依靠佩戴助听器 以及上语言治疗课 医生的建议是等她到了4岁才做MRA检查 看看是否能动内直手术 以帮助她恢复听觉 当宝宝被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时 医生说宝宝要马上动手术切除9公分大的肿瘤 切除两个星期后还要做24次的化疗 医生没给父母时间考虑 马上联系安排宝宝到吉隆坡医院动手术的事宜 结果宝宝就被安排在2014年3月17号住院 2014年3月19号动手术 当时父母也没有别的头绪 心狠乱 知道手术化疗失败的例子很多 由于没有别的治疗方法 也只能接受医生的安排 她很有福气 让我们徘徊在手术与化疗的边缘上 遇上了原始点医觉 2014年5月19号全身起红肿块 5月20号全身起红肿块 5月19号6月28号前后四十天 5月20号6月28号前后三十九天 是哪里呀 阿咪塔法 哦 骨头 哈喽 哈喽 还没打电话哈喽 哦 骨头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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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带给我们家庭的压力 因为通常用一种特殊的医疗方法 压力也不一定是来自自己的 有时候身边的人好像父母 他们会给压力给你们 就是说你用了原始点 你看现在又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 是整身都是严重皮肤病 或者一些不知道什么病因的事情 他会来挑战你们 就是说不如你还是回去西医那边 所以一定要多了解那些原始点的资料 给自己充实 这样子才可以坚持下去 坚持是最重要的 从西医那边确定肿瘤到要切割的时候 我们是逃离了医院回到家 另一天就马上去了志工站那边去治疗 这样子这个西医那边他没有放过我们 因为他要我们的女儿做一个例子 就是试验 他没有机会做他也得不到答案 所以医院那边也要一个答案 他就追到来我们那边然后给压力 你可以接受其他的治疗 但是你先送你女儿去吉隆坡这里 切了那个肿瘤 做了化疗 你慢慢试你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 也是那句话 你女儿以后有什么事情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他就是这样子给压力 然后要我签止 就是说你决定放弃你女儿一切的治疗 然后一直说很多不好听的话 就是说你们做父母很不负责任 很残忍什么什么 但是幸亏我是从医保来的 医保的志工还有那时候介绍我们这个原始点的志工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这个也是要感谢原始点和张医师 他出事是特殊儿童来的 这样子他眼睛还有耳朵都是有问题 他出事的时候是耳朵是没有耳洞的 是几乎是听不见 他听不见这样子医生那边做检测 说需要带那个耳机 他开始的确是要带耳机的 才听得清楚我们讲什么 到现在来说他耳洞也是没有发育 但是他完全是没有带耳机的 他听东西比我还清楚 我说过我自己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属 我曾经照顾我太太 来自于各方的压力 我都清清楚楚 所以你要坚持下来是不容易 不止患者本身的症状反应 还有来自于家人的反应 这些你遇到了 你怎么坚决下来坚定走下来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 所以当这些来考验 你如果对原始点不是很深入的话 一般很难走到最后 我只能这样讲 但我已经把这些时间 什么都做给你们看 以后在变因里面 如果我说这个好像病情恶化 你们也先不要紧张 因为有些在修复过程中 就看起来就是恶化的现象 但熬过了这一段期间 它就慢慢走向康复了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基本概念 所以这个变因之后 还是要把调因 我认为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诊断才算完整 好 那这里我该讲的 都已经该放的 大部分都放过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严重急性病症 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包括用姜汤灌肠 直接温暖腹部器官无效 或严重慢性症状 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 经半年无效 或非原始点所能处理的 急性外伤组织受损之症状 如脱臼 断肢 粉碎性骨折 大量充斜等 以上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皆已超出身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围 这些原始点处理无效的症状 除脱臼可寻求中医协助外 其余可视情况交由新医治疗 除此之外 其余各种疾病症状皆适合 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好 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了 有总结的味道 就是有三种情况 如果我们处理不好 那就可以判定 这已经不是原始点能力所及了 也就是它已经超过身体能够自我修复的范围 那哪三种呢 我们再来看第一段 刚刚念过可能要再加强一下印象 上一页 好 第一个 严重急性病症 虽然有时候一到七天 比如说它堵塞了 你怎么灌肠也没有效了 包括用姜汤灌肠 直接问 无效 好 这是一种 你该用什么内外热源运动 什么都用上了 还是无效 好 那这个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严重慢性病症 通过原始点也是所有方法 经半年无效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有 我们说的 就像那个中风后遗症 好 那第三种是什么情况呢 非原始点所能处理的 急性外伤组织受损之症状 因为这一看就知道 不是我们的菜 我们就不要去夹 有这个味道 好 比如说脱臼 那脱臼了你 比如说肩膀脱臼掉下来 你不会叫患者说 来吧 我帮你揉肩部原始点 让它跳回去 你会这样做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菜啊 这个就给西医或中医了 尤其脱臼我认为中医 高明的就可以把它接回来 或是断肢 比如说 工作不慎被机器压断手掌 那这时候你会不会把它找来 说我帮你接一下撒姜粉 固定一下 这种事就别做了吧 就给西医去处理了 类似这样 那粉碎性骨折也是啊 都断了一块一块的 然后变形了 那这个有时候要用钢钉固定 才能修复 那我们就给西医吧 类似这样 或是大量出血 你补充血已经来不及 怕流光了就完蛋了 类似这种情况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处理了 就是这三种状况下 我们最后说好下一页 以上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这些都是本处体伤 皆以超出身体能够自我疗异的范围 这也是结论 这个就是超出了 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些本处体伤 因为你所有方法包括按推也无效 那按推无效一定是本处体伤了 那内外热源更不用讲了 那该用的都用了 那表示确实是超出我们的范围了 好 那这些原始点处理无效的症状 我最后说脱臼给中医以外 其以可视情况交由西医治疗 这里是有玄机的喔 我不是直接写说 其以可交由西医治疗 我加一个什么 可视情况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还是要判断一下才给西医 因为不是每一个去 它都有效 因为我们刚刚列的一些慢性症状 很多根本西医已经没办法处理 你再把它推过去 那他能处理吗 我觉得就像我们处理那个中风后遗症 他右手的问题 那西医已经治到他都躺在床上 已经肌肉都萎缩 瘫痪在床了 那现在好我们已经处理到 他什么都能够恢复了 只剩右手 但这个右手确实是身体 无法自我修复了 已经很难修复了 那这时候你还要把这种患者 推倒给西医吗 当然是不行啊 所以还是要什么情况 很多我们治不好 他根本也治不好好吗 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我才会很谨慎的 写出这一句话 尤其我们本处体伤 你看我们展示出的那些案例 根本很多都是医学界做不出来 眉睫视症 西医也没有办法做一个 自闭症也是 牛皮血也是 红斑性囊疮 他们也是束手无策的 那类似这样你处理不好 你还要推给他们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有一些确实可以 如果说真的实在不行了 那西医刚好 譬如他们有洗肾了 我们也不行了 洗肾 刚好人好 但是这种情况一定是本处体伤 也就到了最后很严重 那这个就要看患者的判断 如果是他处体伤 我还是坚持 他处体伤一定会好 那如果患者已经真的年龄够大了 也活不起来 那就自然的 让生命自然的凋零吧 也不要再去另做处理 所以对于这一点 我还是用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就是这三种情况 确实是超出我们 那如果患者问我们 这个可不可以去西医 你不要说好吧 那你们通通去吧 有时候这样讲也不够客观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我们也不要说 我们可以跟患者好好讲就是 这个我们是真的无人为力的 那你要寻求西医我们也尊重 但你自己评估 你也可以把情况稍微分析一下 我们顶多做到这样 那如果是真的西医有办法的 像急性外伤组织受损的 那我们就直接推荐啦 或是年纪大了 它确实是尿不出来 那你用内外热源什么 它也没有堵住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是尿不出来 你温敷也没有效 然后膀胱又越来越脏 这时候要不要送去 要不要送 一定要啊 不要再留人啊 留会留出问题来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要有智慧 所以在这里我举出三种状况 也就是原始点可以放手的 三种状况 那你们清楚了 只要遇到这三种状况 你就果断的做出处理 因为我看在做这么严重的病人 那个都已经是专业的医师了 现在我教你们怎么做 你们都是没有牌照的 我怕你们出事啊 所以有时候要有智慧放手啊 不要全部难了 这时候就是放手的机会 也就是遇到本处体伤 这三种状况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了啊 懂得举手我看一下 好 懂得就好 那就不会惹出一大堆问题来 我也希望说在教你们的同时 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 不要慈悲过度了 然后没有智慧最后惹窝上身 我也不希望见到这样 好 那除此之外 其余各种疾病症状 皆适合以原始点处理 也就除前面这三种状况 全部都是原始点 简单的讲 这样原始点能处理的病多不多 太多了 多到不行啊 你看急性病症 我们几乎都能处理 真正处理不好的那极少数啊 那慢性病也是 而且何况我们现在又有很多 对本处体伤的招数啊 直接温暖器官这一招啊 那很多疗效完全可以大幅提高啊 安全性也提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有底气了 你知道 所以人治病的范围越来越大 那这个以后有人再问 那这个什么病 我肿瘤啊几公分 你能不能治 你要怎么回答 我不治肿瘤 但你用我的方法可以改善 你自己去用 对吧 因为我们只是指出一条路来 那内外热炎按推温敷 就是教他 确实很多就改善了 但我们不治肿瘤 确实不是 但不治不是说我们不能治 而是他不是疾病 道理是这样 那很多病是这样的 好 那大家了解了 其实这样翻过来讲 三个医学啊 哪个治疗的范围最大 你们静下来思考 你看 如果所有的疾病 分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有没有 那他处体伤是西医 完全不能治的 那他处体伤的疾病是占 所有疾病的多数耶 你看 疼痛痠麻 痒脏闷 这随处都可见啊 这样的患者多到不行啊 每天再找疼痛科啊 痴痴痛剂的一大堆 但他们也不知道 那在这一方面 原始点才有办法 那再来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你看很多慢性病的 本处体伤 包括我今天举的那么多的例子 都是原始点能修复啊 原始点是靠的是什么 人体的致意力修复力啊 那人体的致意力修复力 绝对比外来的仪器啊 机器啊手术刀啊还要好 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找回自己的信心 这才是真正能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那有了这样概念 你看本处体伤大部分 我们也都能治 唯一的弱项 我认为原始点唯一的弱项 就是第三项急性外伤 遇到的这几个状况 要不然其他都不信 几乎都可以比西医处理的还要好 你看黑脚阿嬷 他们要把膝盖砍掉 最后我们都不用砍 是吗 他脚还是保住了 乳房烂到这样一个窟窿了 最后还是完全修复了 很多组织受损都是这样修复的 好 所以这一部分 大家要这样就了解 到底哪个医学人治病 然后成本又低 然后又简单 然后又一般人只要学短短时间 就能够掌握这些情况 我相信你们三天听下来 很多的人力 已经超出专业医师了 有没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我深信不疑 因为你们什么都知道 第一阶段学研试点的人 第一阶段会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眼高手低 他变得很厉害好像什么都懂 但是下手就不行了 所以还要经过培训之后 慢慢才会提升 那再结合临床 这时候就慢慢成熟了 所以学习还是要有一段过程 但绝对不会像我们现有的医学说 哎呀这个要学习七年 学习出来还分一个 我只能看眼睛 其他不能看 有些只能看皮肤 其他不能看 我们可没有 我们怎么样 大小通吃啊 我们可不客气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此治疗范畴 与中医极为一致 与西医则有差别 西医擅长治疗急性外伤 也能治疗其他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但他老病不分 将身体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平息西医了 因为既然已经把我们的所有方法 还有能力 今天有一点展现出来了 包括急慢性病 那总是该做一个总结了吧 好 那我们来看西医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急性外伤 他当然能治 这是他擅长的 我们刚刚举的那些 比如断长 脱臼 粉碎性骨折 大量出血 这个我们同意他 而且我们是赞叹他 然后也能治疗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这里我就不赞叹 我只说他能够治疗 比如黑脚阿嬷脚痛24小时 我们能说西医不能治疗吗 没有 他也能治好 但只是他的方法怎么样 那个手术刀一拿出来 那个后遗症还是蛮大的 本来有腿的变没腿了 那脚趾头没有了当然也不痛 所以他也治好了 所以我们也承认他能治 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这个我不大 不大能从心里面赞叹他 你叫我赞叹我实在说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后遗症有一点野蛮了 医疗走到非常野蛮的地步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批判 他能治疗的 因为他没有他处体伤 你谈西医你只有从患处下手 他只能治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他第一个 他擅长急性外伤 这个是他的人力 到了慢性病或是体内的很多 他就很多的问题来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也承认他们有很多方法能控制 包括我说的 可能补血什么洗肾机 每天帮你洗生命也可以延长 说到洗肾我在想 如果能够用他们的洗肾 用姜汤来洗不知道怎么样 这是题外话 说定洗一洗就好了洗好了 整个组织器官就恢复了 那第二次就不用洗了 所以现在就是这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西医沟通 要不然他们有一些方法 我们也不是全然都要否定他 但他们可以用的拿来用 用装我们的东西 就变成有用了 就不用一辈子了也说不定 那再来说我最批判他们的是什么 老病不分啊 生老病时你竟然把那个衰老 不是疾病的异常拿来当疾病 然后无端使病人变多 医学是要解决病人 你反而增加病人 那永远治不完 那患者越来越多 这是哪门医学 光这一点我就认为 他所有的功劳 都抵不过这一个过错 但世人无知啊 还是不了解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所以被说的好像我都随时都在生病 然后正常的人都想去检查 看看我真的是病了吗 这个是没道理的 好 这个是我最批判的 第一点 好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 此外 西医因无他处体伤 与热能不足的概念 不能从因解决症状 骨对于他处体伤所致不适感 与功能紊乱之病症 以及热能不足所致体力虚弱 与组织受损之症状 不仅从果治疗难以治愈 对于体力虚弱者 还可能危及生命 对 也就是这些破坏性的 很多到命危的时候 你在用这些破坏性 很可能就救不起来了 最后的希望就破灭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好 我们继续把后面 的演练完 此类疾病需从因下手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如此处理才可提升 人体的体力自愈力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 及保命增兽的目的 好 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这个文字都看得懂 那今天讲的调音 就讲到这里 那原始点我是深信不已 它绝对是未来人类需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医学 所以我在写这一本书 我是用很谨慎的态度 我准备写下来之后 我说希望这一本书怎么样 百年后千年后 只要人们看到 还能够受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